哈 感谢主 现在麻烦一下 我们开desktop有一个video 叫做萨玛利亚人的 我们先看video好不好 你就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 一起来读一二三 烈日下得活水 来 现在有没有口渴 没有口渴啊 看来video没有口渴 可以play的 请给我水喝 你是犹太人 怎么会向我一个萨玛利亚的夫人 要水喝 我们两族的人是不枉来的 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资 也知道像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早就已经来求他 他也早就把活水赐给你 谢谢你 先生 你没有打水用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取来活水呢 你比我们祖先雅各还大吗 他给我们这井 他自己和儿女牲畜都喝着井水 喝这水的人必会再渴 但人若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 就永远不渴 我赐的水将在他里面 成为一直涌到永生的泉源 先生 先生请赐给我这水 我必不再渴 也不需要来打水 去 叫你的丈夫来这里 对 我没丈夫 你说你没有丈夫 以你已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非你的丈夫 你说的是真的 先生 先生 我看得出来你是先知 我们祖先在这山上崇拜神 你们却说 应在耶路撒冷崇拜神 夫人 相信我 事后将到 你们不应在这山上 也不应在耶路撒冷崇拜父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 救恩出自犹太人 但事后将到就是此刻 真正崇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他 因为父要这种人来崇拜他 神是灵 崇拜神的人 都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 我知道弥赛亚将来临 他要称为基督 他来了就必将一切告诉我们 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 亲爱的天父 哈利利亚 亲爱的天父 指我们把今天晚上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 求圣灵你自己亲事说话 告诉我们 让我们得到这一个永活的活水 让我们得到永远的满足 奉耶稣基督名字祷告一起说 喝不喝水 好多人都喝水 这个故事是讲喝水 口渴 很体贴的一件事情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 可能刚才没有字幕 你可能就有一点 有一点不是很听得懂他的情况 那这个故事注意点哦 他在做sales是很有关键的 我们前几年牧师带了一个朋友 有从台湾来叫戴雨晶老师 他说马来西亚大部分的sales呢 都是极力的推广的 你有没有吃过那个牛肉面呢 哇很好吃它的汤又怎么样 肉又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直加强那个产品的用途 但是我们没有试过退后一步 牛肉面摆在那边有香味 人家经过的人 嗅到牛肉面的香味 然后就问一问 这碗是什么面 我们很少会用这个行销的 但是注意待会我们讲的耶稣的对话 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对话 让那个打水的撒玛利尔夫人 知道耶稣要讲的活水是什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个故事也告诉你说 今天耶稣要给你活水 不用做活水了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教会有很好的见证 我们K里的先生 Sa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不能够讲得很仔细 他来教会的时候 没有办法给奉献 今天生活也很困难 Frankie老师也输过 身上只剩下12块 但是他们一开始尝试努力 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国度里面 今天他们活得很满足 Amen 给个掌声我们上帝好不好 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呢 当耶稣离开了犹太 又去到贾利利那边 让我们一起读第二节 来 第四章第四节 来 一二三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苏家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十月有五正 那时候下午了 很晒 耶稣喝水 耶稣口渴 耶稣都要水 那不得了了 那边有一个井 那口井的是叫雅各井 雅各井是什么呢 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国父 雅各也叫做以色列了 就是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 那口井就叫做东瓜图拉曼井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耶稣就在那个井旁 很晒的情况下 在那边等 然后耶稣的门徒去找食物 所以就 耶稣一个人在那边等 然后 我读百色 你读 我读百色 弟兄读蓝色 姐妹读粉红色 看不可以 谁家虽然很难看 看到就读了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情况怎么样 原来那个年代只有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们分裂了两个国家 分裂了两个地区 然后分裂的地区里面 另外一边雅各井的这个地方 他们有跟其他外邦人同婚 同婚了过后 另一边的犹大族就觉得说 哎呀 那个 都讲了圣经教导 我们不能跟别的种族同婚了 只能够娶以色列人 你娶外邦人 看不起他们 当他们一娶外邦人过后呢 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就进来了 我们是不吃猪肉的嘛 嫁了给他就吃猪肉 可以吗 结果呢 撒玛利亚人是不被看得起的 看不起的 他们甚至会用杂种来形容他们的 杂种 他们特地要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不要经过那边 饶路经过那边 他们用过的东西不用 他们的食物不吃 他们走过的路不走 他们用过的水不用 分到这个程度的 然后他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怎么办 以前就只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然后分了两个就分两边 犹大国就觉得撒玛利亚人拜的神是没有真正拜到神的 他们是错了的 他们不配 他们没有罪 他们不干净 他们不洁净 所以撒玛利亚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被看不起 没有自信 然后被拒绝 我们再来 够顾力啊 耶稣回答说 弟兄 福人说 福人说 我们回来啊 幻想一个情节 耶稣特地去撒玛利亚 犹大人不要去的 去到那里过后呢 耶稣主动找这个女人聊天 在那个年代 揽雷手手不撑 基本上 那个女人如果不是你的妻子 她都 不会跟陌生的 女人聊天的 男人是不会跟陌生的女人聊天 是不讲话的 那耶稣那一撒呢 就很奇怪的了 那一幕 撒玛利亚人看到犹太人 一看你裙身打板着 还过半 太美了 一看到耶稣来的形象就是那种高傲的人 看不起我们的 我低等的 OK 那在那个情况下 撒玛利亚人就觉得很奇怪的 这个女人 这个男人跟我讲话 首先 她是高级的犹太人 第二 她是男人 在这个对话里面 耶稣竟然跟她讲 给我水喝我 那个撒玛利亚人心里面就很不 有一种自卑又很骄傲又很不客气了 你们这一族人不是一直以来看不起我的吗 跟我拿水喝 那所以 夫人就讲说什么 你们这犹太人怎么 可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呢 那耶稣就跟她讲说 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 你知道我是水的话 你求我拿水去吗 很奇怪 太阳很晒 大家都喝水 撒玛利亚人打水 打水的时候 耶稣问这个女人拿水 问一下问一下 耶稣跟她讲说 如果你知道我是水喔 我的水喔 是你没有拿过的 我给的水是什么 活水 活水在那个年代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活水是涌流的 打紧的水是什么 冷的对不对 打紧的水是叫死水 耶稣给的是活水喔 那 如果今天半夜两点 你在大路中间 等taxi 上了taxi 跟那个人讲说 那个taxi人说 喂 江耶你要坐我的taxi喔 然后上了车喔 跟他讲说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喔 你求的要坐我的车喔 你是taxi老 你会怎么样 喂你现在都求我载你了 你讲什么话喔 你连车都没有 还要上我车 你讲你给我 什么好料车喔 那结果 撒玛利亚夫人就别大喊了 就 就讲说什么 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啊 你还跟我讲说 我那个井又深 又这样难打水 你还跟我讲 给我喝水 我这口井是我祖宗留给我的 你跟我讲你的车比我够力 你谁喔 你谁人啊 那个女人是这个意思 结果耶稣讲什么 来 弟兄来 凡 凡 妇人就说 奇怪东西来了 耶稣就讲说 你来我这里 我会给你 永远不渴的 活水 给你活水 那个女人讲说 打水的东西都没有 你还跟我讲活水 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喔 你喝了我的水 永远不会再渴 OK 我的水永流直到永生喔 那个女人有一点好奇了 这个人的对话 用活水这个字 要跟我讲一些很奥秘的秘密 或者一些很奥秘的东西 是我不是很明白的 这个男人好像跟我讲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那活水有一点不一样 那女人就开始有好奇了 就开始问了 也是一种挑战啊 先生 请把水给我 叫我不渴 我也不用那么辛苦来打水 那如果你的车这样凌归 半夜两点你就不用我载你了 你这样厉害快点给我看你的车在哪里 意思是这样喔 结果耶稣怎么样 耶稣经得起考验 就弹一句很够力的出来 弟兄来 耶稣说 你必须让你丈夫 你必须让你丈夫 我必须让你来 来 妇人说 没有丈夫 弟兄来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句话是真的 够力 上了这辆车 这个车主问了你 知道你的私隐 够力 你连过去五个丈夫他都懂 耶稣就现场跟他说 当那个妇人挑战 耶稣说 你有活水就给我看啊 我就不用来打水咯 大家都活水对不对 那耶稣就讲 叫你丈夫来 这里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耶稣转移话题了 要跟他讲真正的事情 叫你的老公来 有人讲什么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对 你没有丈夫 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因为现在这一个不是你的丈夫 想请问 数学题来 想请问这个妇人到底有多少个男人 六个 她过去嫁了五次 重婚过四次 今天有一个男人 不是她丈夫 那个人跟她是什么关系 同居 现代词啦 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好听的词语 不过我们用同居来解释 那个妇人开始又讲了 姐妹来 这个我读就好了 妇人你当相信我 死后讲道 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死后讲道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 敬拜他 女人开始扯话题了 其实 谈到老公 然后女人突然间跳话题 你看起来那么有学问 我就要问你一个 我们一直以来的冲突 我的种族跟你的种族 我们一直吵架 你说我拜的神 你说拜的不对 你拜的比较好一点 三靠六比度准的 不准穿鞋 就不准穿鞋 蒙住一只进去 就是蒙住一只进去的 很多日子 我们以前的信仰 是不是这样子 我结婚就很多东西了 一定要拿鸡 一定要拿鹿粥 没有鸡没有粥 可以拿什么来代替 红包 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我前两天结婚 结果很多 我跟妈妈讲 不要搞很多东西了 然后 当然我讲了一句很不客气 当然我有一点不尊重 我妈妈因为传统 她信了耶稣 不过她说 哎呀结婚好玩吗 一定要放一只鸡的 那个鸡 要去你老婆家 放一只桌 有粥子 要得吃 有粥吃粥 有累啊 结果我讲 妈我搞很多野生 最野兽没有的了 不过又好像没有这样精彩 我们华人风俗 有很多很可爱的 但是我们就算要跟一些 我们觉得不是迷信 可能给红包我们照给了 这个是祝福 好吗 鸡就没有了 我跟妈妈讲 我跟妈妈讲 有鸡没有鸡有什么分别呢 哎呀 你不懂啊 然后我跟妈妈讲 我看对面的那个亲戚 她什么都做足 离婚了 妈 不要了 我拿一只鸡下去 很麻烦的 走开到鸡 很麻烦的 不要玩了 我谢谢万龙她摘我 那时候 我累了 如果我没有去盖一切都打我过 我们在车里面唱十个 哈 不可以 我就跟妈妈讲 不要了 不要了 那我们以前都有很多风俗 这个女人就给一个话题 那个耶稣 到底是在犹太的那个山上拜神 神在那边 还是我们这里的山上没有神的 耶稣就说了一句很够力的 有一天 我们不在这个山上拜 也不在那个山上拜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 那一天已经到了 那一天已经到了 耶稣说 那一天已经到了 你要用心里很诚实的对上帝 所以我们唱十个 唱到哭啊 祷告里面很感动 我们对神很诚实 是啊耶稣 我昨天 人家掉了钱 我又缺钱了 要喝水 可以滴这滴水 我们落着泪 耶稣对不起 我很醉 然后过了几天 又再补血见给他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故事 但是我们都很坦白的跟耶稣说 对不起我错了 这样子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之类的东西 所以上帝看我们的心 不看我们的外表 那夫人说 要来了 他来了 一讲一切的事 来弟兄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就是我了 那个女人很厉害 她知道历史 她知道圣经里面的历史说 以后有一个救世主来救我们 那个叫弥赛亚 她就跳了 你讲到这样厉害 到时候我们不用上三拜 不用这样多仪式 这样你讲了 到底救世主几次来 耶稣说 来了 我到了 我就在这里 哇 紧张哦 那个女人就 他们谈到来这里 耶稣的门徒去那里 找食物对不对 我们等下一起 读黄色的 我读白色 当下门徒又回来 就稀奇 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说 你是要什么 或说 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 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一起来 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 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 嫉妒吗 感情啊 我问你 一个女人如果从 翻嫁了 四次了 她亲戚朋友懂不懂 所以这个女人 要一直逃的 你知道吗 第一次结婚在这里 哎呀 给人家修了 还是出问题了 又搬 搬搬搬搬 她终于搬到一个地方 不过去到那个地方 可以躲一下也不行 因为她在下午打水 刚才看得很热 对不对 所以要将热的天气去打水 女人 那个年代都是早上去打水的 她下午去打水 为了不要给人家看到她 那个女人不敢出去 一出到街上 那就这个咯 不知道搞了几个咯 那些老公全部来都可以做party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坐在哪里打马车咯 不计五个四个 四个 可以坐在哪里打马车咯 五个四个 别人都会讲 你知道吗 一定会讲 她感受怎么样 很难受 那所以她看到了耶稣 这个再来的耶稣 弥赛救世主 跟她讲话 她兴奋得不得了 她觉得有人注意到她了 然后她就进去城里面 跟着在讲 喂 够力哦 你们都不知道我五个老公 你知道我三个吗 不过刚才那个知道我五个哦 现在我收着一个她都懂哦 哇 结果她坦白跟城里面的人讲 城里面的人紧张哦 紧张到怎样啊 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夫人做见证说 来一起来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她在他们那里住下 她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便在我们的心 是谁为了耶稣的话 是我们的心是天天的 是在我们的心是圣子 是圣子 那条村 我们可以把灯开了 不要让他们太安了 辛苦 谢谢招待 把灯开了 那结果呢 她就进去村里面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村里面就很多人信了耶稣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耶稣了 亲眼看到耶稣 他们一定是跟耶稣讲很多话的 我讲一下这个 讲一下那个 耶稣又很够力了 你有两个老婆 你有三个老婆 你有四个老公 或者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 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耶稣都医治他们 帮助他们 陪伴他们 跟他们讲圣经 他们就信耶稣了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很多 point1 point2 point3 我只要你记得 希望你记得两个东西 撒玛利亚人是谁 还有耶稣是谁 他们做了什么 撒玛利亚人是谁 他 来一起来读 那个什么 他 yes 他一直都不被尊重 然后 他惧怕并且羞耻 因为自己的过去而逃避人 不敢见人 然后 他命运在烈热之下拿水 证明他生活其实蛮苦的 他虽然现在有一个 跟他有夫妻关系的 又不是他丈夫的人 但是那个人没有照顾他 他还要去打水 那个也不是富有的人 有补人给他 对不对 圣经里看到很多有补人的嘛 他没有补人 他要自己亲自去打水 他也是很辛苦的 太阳这样晒还要去拿水 然后 他 孤单 因为他连一个陪伴的好姐妹都没有 他下午有个人陪他都没有这样寂寞啊 你不怕下午有人欺负他 有人抢他的东西 对不对 怕坏人来 下午没有人 没有一个姐妹 没有人见到他 没有朋友 很孤单 他 他可慕爱 因为一直以来都得不到满足 这个就是他 谁想换五个老公啊 谁想 第一个可能 娶她的时候OK的 发生问题 又在 离婚 又在娶过 又在娶过 又在嫁过 他都不想了 一直以来的 他过去的丈夫都没有办法满足他 或者他在那关系里面 都是空虚的 都是破坏的 都是没有好结果 但是他什么呀 一起来读 他 因为这个女人也很勾力厉害一下的哦 耶稣来到她面前 她又懂两个国家分裂 两个种族的经验过去的事情 她又懂得要上山敬拜神的事 她又懂得弥撒亚哦 这个女人都蛮关心圣经的东西 蛮关心上帝的事的 OK 这是她优点了 然后 来 她五次离婚 她怎么样五次离婚的 那离婚姻在那个年代 不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结婚是 这两个人的事来的嘛 你爸怎么这么多事来说的 你爸怎么这么麻烦的 你去那个婚纱店 你坐静静坐在那边 你就会看到很多故事的 OK 当然这些冲突是好的 让他们结婚之前 学会处理冲突 不过那时 那个年代 有很多国王跟 很多公子跟公主 结婚 他们不是因为 喜欢对方 而是因为国家的关系 对不对 《迷月传》 有人看吗 有人看 没有人看《迷月传》 没有人看第一支剧 有啊 不要这样大声 手都要举起来 我没有看 我哥哥我看 那个女主角就是好像 直类被逼要嫁给另外王子 这个那个就很可怜 那个她就讲了一句话 我们做公主的 命不是我们的 是国家的 很可怜哦 你做公主好像很好 做地上的公主不好 不过做天堂的公主好不好 Amen 耶稣不会比我们 上帝不会比我们 加一个我们不爱的人 我们做力 上帝不会比姐妹们 加一个不爱的人 Hallelujah 在那个年代怎么样离婚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她如果是一个 不称职的太太 也会被修的 什么叫不称职的太太 如果我是当时的犹太人 我娶了有没有回家 如果有一天她做家务 那个衣服 怎么不是折两次的 你折两下完了 我折六下 你折四下 有没有人遇过 折衣服是折六下 还是折两下的 吵架 不会做家务 有的雷 是可以的 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的 如果 那个年代 他们的生活环境 都是蒙脸的啦 挑战留下一个眼睛 Ninja这样啦 他们以前的 里面的衣服 只有老公可以看嘛 老公今天 看到老婆的妆 发的不是很好 衣服穿的不是很美 你怎样做女人啊 穿衣服都不会 扭着你 又可以 如果饭做不好 怎么你饱到饭这样暖的 你会有吃暖饭啊 扭着你 扭着你 又是得 然后 你怎么讲话这样难听 你都不懂得讨男人还行 又可以扭着你 做女人可怜吗 那个年代 很可怜 煮一碟鸡咸 又要呦 摘衣不漂亮 又要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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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一个死一个 也是很可怜的 大哥 第一个结婚死了 第二个结婚 他又死了 第三个 你去提侦你都不好意思 你嫁过两次 为什么嫁过两次 前面那两个老公都死了 真可怜 你娜娜女人很可怜 然后 第六个男人 她的确是犯进营 因为在她那个时候的宗教 或者那个时候的环境 你没有结果很得 但是你跟她有夫妻的关系 那个要呦什么 呦 吹龙 他想不想的 我们请杰米上来帮忙一下 他不是讲见证 帮我弹琴吗 我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有一个经历 大家一起读 那个撒玛利亚人 他是 他都不想的 一定有原因的 但是不是借口 我们靠这些语书都可以改变 不过他真的是受害者 帮我看一看 我去 我去 我今年年中 其实说真的 我有地方是软弱的 我很需要 老婆陪我去看戏 有时间陪我 OK 但是 因为她有了孩子 她就很少抱我 抱孩子比较多 然后心里就不爽 我说 现在 孩子 拍第一的 当然是孩子拍第一了 你还小 也对 我又不是小孩子 也对 你演着 没有话讲 有笑吗 你只拍 西根鸡肉 一肉就可以了 然后 我难过 唉 你不能怪他 我还记得 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功课很忙忙的 我背起了 那时候 教会第一年 教会工作又多 然后我很压力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我要看电影 有人又赶功课 我跟他说 今天 星期一没有上课 你晚上陪我去Mid Valley看电影 可以吗 我们神学院去Mid Valley 你靠近吗 你OK吗 你傻了啊 你功课还没做完呢 我说我很压力 我一定要看电影 我要逃离一下 两个小时可不可以 哪里是两个小时 你回一个小时 回一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要吃晚餐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我们可以做一个功课的 一点 可以做很多东西 我说你陪一下我可以没有 我说 你做完功课先啊 你做完功课就没有压力咯 我就跟他吵架 我自己去看电影 但是后来我也很认为 神学院老师跟我讲说 你们两个不同 妻子的责任感比较重 你是很需要解压的人 后来我也承认了 我就跟他说 sorry 我需要你赔的时候 可能你不有办法 但我其实不应该怪你的 所以我们就彼此原谅了 然后到去年年中的时候 我去到酒后服饰 不大会 电影不大会 服饰完了咯 有人信主我 害得不得了 很开心就是有人信耶稣 然后呢 那边教会的人 又很得到帮助 很得鼓励 然后一个人回酒店 酒店很美 你知道吗 双人床 双人床 我来在那边 闲掉了 我立刻词怎么用 哈 你在就好了 这样漂亮的酒店 这样舒服的 我寒净 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睡 很无聊 但没关系了 我就有一种寂寞感 我因为孩子睡觉 我也没有call他 所以我text他而已 我就很无奈 在那边 我说 我都能明白了 我明白去公干的男人 在外博是很大试探的 我终于feel到了 我就很寂寞 我很想找一个人跟他讲说 今天有四个人信耶稣啊 没有啊 太晚了 十一二点了 结果我做什么啊 看电视 结果我看电视 看了一个歌唱比赛的节目 我听到了一首十四年前的歌 今天想唱一下可以吗 会唱的一起唱 会唱的一起唱 我应该不记得歌词的了 说真的 又没有时间准备 会像我们一起唱 Keep C 帖子 回想年轻的内容 有谁想过有事有种 不过是一时脆落 让人放松 傳說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 愛為何總填不滿也逃不空 很快就風起雲湧 人類的心是個無敵動 嘗試親吻嘗試擁抱或溝通 沒有好感再嘗試也沒有用 大多數人都相同 喜歡的只是愛情的念口 大多數人都相同 喜歡的只是愛情的念口 雖然能擁有夢想跟前途 仍然能擁有自尊跟自豪 仍然明知去多旅步一轉身會遇到 為何感到這不算脆弱 明明從不信天方間疲勞 明明從不會包悔打掛勞 明明從生長一去做 我總可以做到 為何感到這不算脆弱 勾必煩惱 為何感到我不懂以後 勾必煩惱 給個掌聲一下 謝謝 謝謝傑銘 這是以前我們想聽的歌 十四年前 我跟勇講 哇 時間過得很快喔 我在那時候酒店開電視節目 就看到那個什麼天賴之音 就看到有一個fans要唱給孟文維婷 我聽了那個歌詞 以前我真的是那麼想的 我們的心好像無底洞這樣 就好像女人打水這樣 永遠都無法被滿足 是因為那種空虛感 一段來一段的感情 我們都沒有辦法得到滿足 那到底人需要的是什麼 當然我們弟兄的 也可以投入在情緒當中 那個情況裡面 那個撒瑪利亞人 那有一個博士 叫做Meslaw Hierarchy的一個理論 這個叫做需求層次理論 人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生理的需求 要吃 要喝 要睡 最基本的了 你沒有了這個人就沒有辦法 第二個層次是什麼 尊重 尊重 尊重什麼 誒 錯了我 對不起啊 各位 聖理 尊重 射角 安全 聖理 尊重 射角 不對了 排位有點不對 Sorry 聽著我講就對了 首先 聖理需要就是吃 喝 住行 滿足了這個過後要有安全感 要安全 去到那裡就覺得被保護的 我生病的時候有Clinic 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的保險的卡有在 我知道我可以Call我的Agent 要安全感 等於完了 需要社交的關係 社交的關係就是什麼 我們需要朋友 我們有了吃喝 住行 我們需要安全 我們需要安全 有了安全我們要找朋友 我們要有人的關係 要找家人 親戚朋友 然後後來呢 滿足了這一些 我們要有成就 我們要有尊重 我的名字 人家教到陳正義 你會覺得他是好人 我們需要尊重 最後面 最上面的 這個 確定沒有錯的啦 對不起 最上面那個肯定的 叫做 自我 一起來説 最上面那個 一 二 三 自我實現 也就是說夢想 是 電腦的問題 那個叫自我實現 也就是說 當你有的吃 有的喝 有的住 你覺得安全 你覺得受尊重 你身邊有朋友過後呢 你會想要找夢想 但是我問你啦 撒瑪利亞人有沒有夢想 沒有啊 有什麼夢想 他吃喝住行 誰照顾啊 那個不是他丈夫的男人啊 你覺得那個男人 會不會照顾他 我不覺得 要不就早就娶了他 好像之前那個五個丈夫 都還好過他 他都沒有娶他 那你找安全 那你找吃喝住行啊 自己去打水 他有沒有安全感 沒有啊 誰保護他 他有沒有好朋友 沒有啊 一個姐妹都沒有 他哪裡跑來什麼啊 什麼這些啊 全部都沒有啊 全部都沒有 你跟我講夢想啊 誰保信啊 不可能的 沒有的 所以 耶穌來了 耶穌做什麼 耶穌那一天降得空啊 他特地去那個 以色列 猶太人不走的路 特地去找這個女人 特地去找這個女人 等他 耶穌晒沒有 耶穌很晒啊 耶穌流的滴 滴著汗了 也口渴啊 門徒去找食物 耶穌在等啊 然後耶穌還主動跟女人講話 耶穌不怕給他在講謠言啊 對嗎 還要是撒瑪利亞人 不接近的人 然後 還要跟他聊天了 他還是以色列男人的 那個年代不行的嘛 剛才我講過 然後 他還打破傳統 喝撒瑪利亞人的水 然後 還有怎麼樣 他還要給撒瑪利亞人挑戰 你知道嗎 他把那個好好的產品 送到人家家面前 你吃利果啦 感動有病啊 你有沒有在講話論語 有沒有這樣的案子 人家送東西給你 希望給你祝福 給你神病快點好 你就覺得說 這個Direct Seals 傳品給我吃 就希望賺我錢嗎 以前我是這樣想的 現在不是 感謝主 那耶穌不怕花辣他的面皮 去到撒瑪利亞人面前 給他挑戰 難道你還比我的 國家的國父的口井還厲害 不行啊 然後 耶穌還做什麼 我問你了 耶穌到底是誰 在那個時候 撒瑪利亞人不懂耶穌是誰 不懂的 沒有人懂 但是 耶穌知道自己是誰 耶穌是 三位一體的 神 耶穌知道自己是神 他變成人 特地饒路 特地塞 特地給他挑戰 去跟這個女人講話 為什麼 因為耶穌 愛她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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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這樣辛苦 來到這個世界上 十字架做什麼 這樣得空喔 為了拯救我們 我們明明是下地獄的 要守刑罰的 但是他現在實際上幫我們 守刑罰 所以我不會下地獄 因為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可以上天堂 Amen 給大家掌聲耶穌好不好 超自我的實現 是那個 那個博士研究的最高層次 這個層次是什麼 他就算沒有的吃 沒有的喝 沒有安全感 沒有人尊重 沒有朋友都好 他都因為有上帝 他可以做一些很超自然的事 Amen就做了 我們給Amen掌聲好不好 沒有錢 還自己掏錢給奉獻呢 Hallelujah 今天五個小孩呢 五個四個了 四個 總有多國 祝福滿滿的 Hallelujah 因為Amen已經去到這個境界了 超自我實現了 還有一個人也是超自我實現 這個地圖是哪裡 中國 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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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中國沒有洋人進去 沒有基督教的消息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馬里遜 他離開英國的國家 他離開他的親戚朋友 他離開他的家人 去到這個地方 要傳福音給中國人 結果很夠力的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在那裡把聖經翻譯成中文 第一個翻譯 他在那裡翻譯了中文 而且翻譯了中英字典 全世界第一本 然後他還寫了中國裔 還翻譯了廣東省圖語智慧 你別告訴我 他在那邊翻譯完了 他為什麼要去那邊翻譯 他在去到中國的時候 是隨時會被抓的 因為中國那個時候不開放 不歡迎英國人去學 中國話 所以他是半夜偷偷 半夜天黑了 沒有人出來的時候 他偷偷去學華文 翻譯華文 為了什麼 把耶穌 愛世人的信息 這個信息 傳給華人 傳給中國人 偉大不偉大 他一天吃兩碗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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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不良 他寫信給他的國家 每一年寫了大概兩百多封 回到去沒有回來 回來兩封 沒有錢的資助 沒有人陪伴其寂寞 每一天躲在一個屋子裡面 不敢出來 他只叫那個中文老師去買食物 去給他翻譯中文 跟他學中文 結果他最後翻譯字典了 他在中國娶了一個老婆 感謝主 後來在你們傳福音 奇妙有沒有 他沒有得食 沒有人群種 沒有得吃 沒有朋友 沒有了這一切基本的需要 因為他有一個超自我實現 厲害啊這個 好機會啊 我們這裡有很多 我只要表揚一下 Vinnie Wong的先生 阿亞 上個禮拜我們有去街頭會 有一個報導會有 Joyce分享見證對不對 我問了Joyce三次 你這個見證有問過爸爸嗎 有 我又問Vinnie Vinnie講有 我現在問他有沒有 有 因為他講到他爸爸以前小的時候打他們 很兇 跟孩子沒有話講 孩子跟他講 爸爸吃飯了他都年黑的 然後吃餅有碎餅的生涯 他爸爸都會罵 怎麼這裡吵了 進去你們吃 然後他們的家庭經濟給阿亞搞靈了 他們全部住骨兒園 Joyce Joseph Kingsley 住骨兒園 那感覺是怎麼樣 他那天講見證他講不下去 然後 阿亞後來上台 他講什麼 我真的對不起我的孩子 勇敢沒有 贏都包了 你們是男人 走著 所以就要 大聲點 誰就要 贏 打肉棋 定 就是這種 你知道我街頭會有幾多贏的男人 幾個掌聲好不好 所以有了耶穌生命 取得了全新的改變 所以我今天想講一個重點吧 我們這裡到底 我們哪一位是撒瑪利亞夫人 我不知道 我自己曾經也是撒瑪利亞夫人 我都在唱著 蔡間雅的無底洞 我的心裡得不到滿足 我等著誰是自殺死的 我都跟我哥哥研究了 不開心就死了 但是 因為我認識了耶穌 因為那個撒瑪利亞人 認識了耶穌 他很勇敢 他去到村莊裡面講 我有五個男 我有五個老公 現在還有一個 還躲著的 他都懂了 他是神人 你在啊 你有沒有這個勇氣 好像 有 我們這裡當中很多人有勇氣 承認過去的錯誤 重新來過做一個好夥伴 做一個好夥伴 有 因為他得到了一個叫做 河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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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啊 耶穌敬 所以今天講的是 我們邀請事情上 敬拜坊上來 來 Yes 就在你裡面 耶穌今天也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位新朋友還是 第一次來還是什麼 還是 你有一些你都不想跟別人講的過去 可能放在心裡面 你不懂 人家不懂 耶穌懂不懂 今天晚上耶穌問你 叫你丈夫出來 上帝感動你 要依致你 給你活水泉淹 如果 那個女人 不肯那個 耶穌回應的話 他們沒有聊天的話 沒有結果的 因為撒瑪利亞夫人跟耶穌 繼續聊下去 我們可能來了 教會幾次 可能來了結束會一段日子而已 你 雖然不得了 所以耶穌被頂 可以不得咯 可以得不得 不是的 每一個都可以 Amen 問題是 你要有耶穌的喝水 你就要依靠耶穌 在耶穌裡面 跟耶穌拿水 喝水問耶穌 Amen 我的見證是 妻子的確是照顧baby 少了一點時間陪伴我 我寂寞到一個程度 我那天很想念老婆的時候 我就跟上帝講說 老婆真的很少牽我手中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 但是 我們的生活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我要接受這個生活挑戰 然後我說 主啊 你感動永永給我多一點愛 我沒有怪他 這樣禱告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結果 我們就有一個baby baby可以 抱在前面 我抱著baby 然後我就抱著 月月就可以去逛 去逛的時候 我們去到 去買baby的東西 永永他手牽著我的手的時候 哇 那個肥靈 開心得不得了 人家 哇 很久沒有牽我的手了 你看 怕頭都是手牽走的 我抱著baby 他牽著我的手 我記得他是結婚過我的 結婚過我的 是這麼拉著我的手 祷告有沒有用啊 夠力啊 所以姐妹 祷告 你的身體會改變的 弟兄 祷告 姐妹會改變的 Amen 我們一起站立起來 住在你裡